安波华语足球快训2023年9月06日 波兰取胜有法 欧洲国家被外围赛分组赛周五凌晨继续进行 届十一组方面 罗巴利云杜夫斯基领衔的波兰 将会交手于南部队法罗群岛 双方实力并不在同一水平上 加上波兰分组赛开局表现糟糕 及其需要胜利提升分组排名 此番面对于南部队 波兰当然不想错过迎波机会 波兰经界外围赛分组赛头三轮发挥不佳 仅仅录得一胜二负的尴尬战机 或者这和他们不善做客有关 因为二场败仗均为做客时所遭遇 而唯一一场主场 球队面对实力同样不高的阿尔巴尼亚 能够凭借卡莱斯维达斯基的入球一比零取胜 证明波兰主场具备一定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 波兰坐拥阿卡迪奥斯米利和罗巴利云杜夫斯基 便是他们的最大真胜法宝 而这两名攻击守在上轮分组赛中军有过斩获 进攻端有保证 虽然波兰分组赛开局状态不佳 但无论是从阵容配置的角度 还是经界赛事的整体表现 球队都在法罗群岛之上 再加上是一座阵主场 相信波兰有望通过击败法罗群岛来提阵军心 Diva给出的最新一棋国际排名中 法罗群岛排在第129位 整体实力在欧洲甚至世界范围内都算是渝南部队的水平 至于经界分组赛的表现 三轮战罢 法罗群岛仅锦路得一和二负之猎击 其中2比7的攻防表现 唯一组最差 整体战力实在糟糕 境况方面 法罗群岛最近六场各项赛事二和四负 交手北马其顿和摩尔多瓦这些同样属于渝南部队的对手时 一移胜难球 且进攻端毫无亮点可言 目前更加处于三连败当中 其中最近二战后防军师三球 有见及此 状态糟糕的法罗群岛此行 并无取胜可能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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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